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因为如此 两人自结婚以来 在度过一段时间的恩爱妻之后 就不断被网友传出离婚的消息 此次陌生女孩与高盛远亲吻照流出 虽然女方的真实身份无从得知 但从接吻照和表白性 也不能看出 其与高盛远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实锤了 但高盛远官方的妻子又是周迅 这又该做何解释呢 唯一能说得通的估计 也就是两人早就已经离婚了 当然 也不排除第三者的原因 不过这种可能性估计很低 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 从17年开始 周迅就屡屡传出跟高盛远离婚的消息 据了解 在2016年和2017年的时候 高盛远还在为周迅生日送祝福 但自17年之后 高盛远就没有对周迅有任何生日表示了 同样的 在今年高盛远的生日上 周迅也没有出现 如果两人还没有离婚 那对方生日何至于如此表现 就算是因为工作太忙去不了 难不成连个文字祝福都没有 事实上早在去年周迅 参加某综艺节目的时候 就曾透露出相关的信息 当时周迅 看到节目里的嘉宾 也不禁谈论起了 自己在婚姻中的状态 周迅坦言 从小到大父母之间 一生一世的婚姻是自己所羡慕的 而这也让周迅相信婚姻也一定是美好的 不过 直言相信爱情的周迅 也让人颇感意外地 表示自己在婚姻中其实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 因为爱情对于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同 也因此他从父母身上相信婚姻的美好 但是却无法复制对方的幸福 对于自己的人生 他会诚实地去做自己的选择 此番言语 自然让人联想到外界 关于他与高盛源婚姻的猜测 只不过由于两个当事人 一直都没有对外官宣 所有的猜测 也就只能是猜测罢了 但如今 明显不同了 陌生女子 在社交网络上 晒出与高盛源的亲吻照 还手写表白信 这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周迅与高盛源已经离婚了 可即使如此 面对如此铁锤 周迅依旧无动于衷 未免有些太佛系了 不知道是没有反应过来 还是说不在乎啊 不过无论如何 希望周公子 爱的时候 真真切切的爱 恨的时候 真真切切的恨 就算离开 也要潇洒的 说再见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